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接下来的单元来看台湾的流通业 我们大概都知道在国内来讲 统一超商跟全家便利超商是国内 在流通业当中最重要的两家公司 那么在统一超商的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带领统一超商 一直往前开疆辟土是徐冲仁先生 那么他离开统一超商之后 到了全联社现在要开始扛起 下一个第二次的流通革命 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在习总裁的时代 统一超商是不断的开疆辟土 我们在过去看到台湾在一个流通业的革命当中 统一超商的股价最高一度来到229块 如果以总市值来看的话 他已经到2380亿了 那么一家从过去的亏损累累的公司 到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几乎每个人都要跟他每天都要接触 那么统一超商的店遍布全台湾 现在的全家也是立起直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批的黑马是全联社 那么在今年的年初 我们看到这个严厉建设林敏雄先生 大力的援览徐聪陈先生来担任全联社的总裁 那么现在的习总裁来担任全联社总裁之后 未来我们来看看在过去 他有非常广大的通路 我们先把这个全联社的背景稍微了解一下 过去来讲全联社是国军的福利总处 那么不断的改造之后 他成为全台湾通路遍布最广 而且是最廉价的便利超商 而且在全台湾各地他有广布很多的点 那么在未来大家最期待的是 在许总裁到的全联社之后 未来的全联社在过去的经营 他会有什么样的突变 我想今天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请到许总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总裁好 县市社长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如果讲到专业的事业 我对许总裁最肃然起敬 因为你从专业经理人打造一个一片片 包括今天的统一超商 如果没有早期的电机 我相信今天 这个没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慢慢可以感受到 我们所有一切都在现在统一超商 全家这样的一个便利超商当中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包括现在我们杂志要卖 我们也要通过统一超商 还有个点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 所以这一次先请 这个我们就开门见山 就让总裁先来聊一下就是 你这一次接下这个 我们林董事长的委任 那么去担任全年社的总裁 那我想全年社在过去 他有打下一个已经不错的基础 那我相信 由你作证来统筹指挥 这个全年社应该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那你一直心里这么想 希望打造一个未来流通夜的第二次革命 那你所谓的流通夜的第二次革命 你心理上打造的蓝图大概是什么一个轮廓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35年之间 我从7-11开始打造 然后到今天的7-11的规模 事实上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是觉得说7-11是我的一个开始 我把它当作是一种第一次的流通革命 那今天便利商店已经开发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说台湾超级市场的 还是有蛮大改善的空间 去年大概统一超商赚多少 它应该有超过2000亿 然后它的税后精力大概接近100亿 所以这个是大的不得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其实讲起来整个流通夜来看的时候 对整个社会大众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我的梦想当中 最早我其实我是 本来是想要做这个超级市场 但是我看到当时台湾的环境 我是觉得说那一下子要让超级市场 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话 因为当时的传统市场还是相当 大部分的超级市场都夹在白货公司楼下 都是都附生的 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说 那以起这样子倒不如 就开发这种小型的连锁店 所以在整个世界上的这种流通领域来看的时候 台湾算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从便利商店开始 然后发展到超级市场 美国 日本的话是从超级市场 然后才有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对 但是台湾的便利商商 这个经营在全世界我也比较过 这一点我先请教总裁 就是说我们到香港 因为香港也有7-11 但是它不是跟台湾有关 现在惠律宾大概跟台湾的统一有关了 各地包括大陆也有7-11 但不管怎么看台湾的7-11 它的贫效或它的店面的布置 它的经营效率跟它的整个格局来讲 连日本都没有我们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 台湾是等于粗略拔萃的代表 它能够做到今天为止 我是觉得说全世界的7-11 台湾做最好 对 不过当然是7-11 我们知道是美国的一个产物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彻底的本土化 完全是融入顾客的情境 了解顾客他需要什么 甚至顾客不知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搜寻出 可能顾客需要的东西 提供商品的服务 各方面的这个 这个旅行模式 对 好 你现在如果从同一超商 全价现在也跟起来很快 那你如何来定位全年社 就是说现在前面有两个很大的 因为这个统一超市有统一集团 那后面现在的全家也有 这个康师傅在后面 他们背后都有很大的股东 那现在我们如果以严利集团来讲 现在他独立支撑全年社走到这个 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 往下有了你之后 大家对全年社当然更高寄以厚望 因为你是一个这个流通业的教主 来了之后有办法再重新改造全年社 那你的心目中的全年社的经营的轮廓 大概是怎样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像7-11或者是全家 它是一种便利商店 它提供的这个服务 大部分都是以个人消费为主题 我常常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像一般在便利商店的话 一个客人他买的单价是70块 但是在超级市场的话 平均单价是250块到300块 那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 它是超级市场提供的是一个家庭 整体的一个需要的服务 那便利商店它是出一种便利性的 然后个人消费为主题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认为说 在台湾的这种超级市场 事实上也有很多 必须要让消费者觉得 到这个地方来买东西的话 除了可以一出购族的时候 同时他也感受到那种氛围 就是觉得来这个地方 过去非常的容易 非常的舒适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台湾的这种超级市场 还是必须要在不断的 这个完全走的一条路 现在如果我们这样看 因为SAMILEVEN已经到 我看几个点了 我看原来4000 5000 6000一直往上加 加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多少点了 全家也一直在扣点 那就是说现在你到了全年社之后 你所面对的 那个都前面两个大巨人在那边 所以全年社之后当然这几年 他走了那个特别廉价的路线 他有一定的自己的基本客群 所以将来在这个经营上 你如果区隔跟前面两个 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想两个这个业态 它事实上是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在其他的国家来看 美国 日本的话 超级市场它发展得很好 便利商店也发展得很好 它是同步并进的 并没有说它变成是一个很直接的冲突 因为市场当然会有重叠的部分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怎么样子能够站在顾客的立场 让顾客觉得说 我到超市来的时候 到前年来的话 他可以购买这个生鲜 输国 还有一些鱼肉 还有甚至一般的家庭的杂货 我想前年过去是以家庭杂货为主体 但是现在 像生鲜蔬菜 全家便利商店不是靠这个 不是 这位也不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就是说 两个的这个业态 事实上都有发展的空间 全年现在走的这个 有点像在便利商店跟这个supermarket 就是这个超级市场中间 现在再往上还有一个就是超级亮眼店 那个这个就 这种形态就通路形态 这三个几乎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走的就像统一超商 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便利超商的形态 全年因为你卖生鲜食品 这个生鲜食品一般来讲到超级市场 还才能买得到 那这种超级市场其实到目前为止 比方说微风的地下室的超级市场 他经营的口碑很好 就是说到那边买是一个 很高档的优质的这个食材 那这个他慢慢走到他的定位 那现在如果以全年社来讲 你介于这个之间 你将来的特色会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就是最重要去强调 所谓的平价时尚 就是说它的价格是便宜的 而且但是它不是很low的 那一种行业 而是说让客人觉得说 我到这个地方来购物的话 价格非常合理 而且它就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满足 我个人认为超级市场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今天前年引导的这个方向 也不是说要把它引导到 非常高档的这个超级市场 我是希望说让钱民 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购物的一个 平价而且时尚的这种卖场 是 好你现在如果从采购利益来讲 就是说过去全年社 我家附近有全年社 我经常跑去逛 但我心里中总有疑问就是说 到那边看到了比方说我喜欢买水果 那一水果一看 好像这个那个卖相都不是很好 所以有时候我绕一道 我就跑到那个水果摊去买 这个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余力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那个水果它不是 感觉它价格很低廉 但是品价不是很好 蔬菜也有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这个 未来这个上面 就是说我怎么样买到真正物美加点 就是我价格低 但是我那个品相卖相非常棒 这个也许是不是 对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社长你谈到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point 就是说其实讲起来我认为就是说 一定要让客人觉得不是只有便宜 他一定要重视它的品质 要让他觉得安心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像食品安全的问题 最近都是常常被提出来这个讨论 那我也很有决心的希望说 让前年所贩售的商品 尤其在生鲜水果或是鱼肉这方面 让客人觉得价美物联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这个能够改变的时候 我相信对社会大众来讲是一种福利 我2006年那时候黄敏端 中国大润化刚开始没多久 他邀请我到上海去看 一开始没有几个店 那我看完之后 我就我认为一定会 我看昆山那个店 当时我就觉得他有一些创意 比方说同样卖菜 因为他是黄资出生的 他把那个黄资生产线的概念 把蔬菜放在那个好像生产线的流程一排 然后下面有水会喷 然后会喷烟 那看起来那个蔬菜好像就在炸大 新鲜感 那个油然而生嘛 你看那个购买欲望就出来了 然后他把全中国各地的水果 放在一大桶里面 这一大桶还灯光照下去 你回来发现 这个水果怎么每个都那么漂亮 我们忍不住都会跑去买 然后这个大陆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你看他卖面包怎么卖 大陆那些烘焙技术还不好 他把它剝离隔一个房间 里面再烘焙面包 那个香味示意出来面包是热的时候 很多人爱不释手 那个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就这样打出来 还有我看他生鲜怎么卖 生鲜当时他用一个更大的 其招一头猪杀了之后 切两半 挂在墙壁上 我随便你去切 那个创意我是觉得 刚刚开始大陆没看到这种症状 所以他很快能够在中国这个 在地市场能够很快的崛起 那总裁你的整个规划里面 其实你最近我看你写的文章 都在强调一个 台湾要迈入第二次流通液的革命 所谓的第二次流通液的革命 你认为可能在流通液会产生 哪一些趋势或巨大的变化的方向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二次流通革命 当然是从一个经营事业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 但是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说 也就是基本消费者的支持度 比如说整个社会大众 消费者他就是很习惯的喜欢到全人社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变成一种革命 像过去的干嘛店或者是便利店也是一样 过去的时候都是雜货店 然后今天有便利商店 他整个的这个消费者就转移了 然后呢让这个便利商店蓬勃发展 所以这个也就是改造一个社会的一个 整个消费习性 让整个社会的水准能够提升 也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 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 现在这种流通内的革命 未来往前走 包括现在在大陆都有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像现在我们看到马云的 这个不管天猫或淘宝 他快速的在这种电子商务的时代来临之后 美国现在很多实体店面其实他们营业都在衰退 但是电子商务的这个购买 他的算的比重越来越往前 那大陆单单他们最近在一个统计 那个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去年一年刷掉9000亿人民币 那个是大的 然后他整个零售的金额已经到16兆 8000亿人民币了 所以那个比例一直在往上拉高 这一拉高之后他一定会侵蚀到 现在的实体店面的未来的经营 那这一点对于未来前天社在整个经营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变的对称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我们最近常常在讲所谓的电子商务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跟世界的歧视 但是实体跟悉尼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只有观成这个悉尼的世界的话 那没有实体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是太无聊了 所以一定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悉尼跟实体能够结合在一起 就像我们像看到黑猫载集片 如果说它只是在一个营业所收获的话 那是很少的 它必须要靠很多的实体的店面来收获 然后它自己来集配然后再去配送 这个就是变成悉尼的一个结合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整个像电子的这个超市 在美国或日本也发展的 逐渐的这个成长也力道蛮强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也个人就认为 我们将来一定在超级市场方面 不是只有实体 一定还是要走向更细腻的一个结合 这两个结果其实是这样 现在就是说你看那个年轻人 他现在直接电脑打一打 他就网购了 他就送到家里来 对 那我们这个年龄来讲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带个几千块在身上 一个礼拜下来好像没有花到几张 好像还在 那这个后来我就觉得 每个礼拜还是要逛传统菜市场 对对对 逛菜市场有个好处就是说 到菜市场可以享受一下花钱的乐趣 你会看到那个水果一整摊 你顺便去挑挑一挑 有成就感 现在像大陆来讲 还有一个叫all night to off night 叫all to all 那他比较强调一个就是线上到线下 那线上到线下再强调这种 这种体验的经济 那体验经济实体跟虚拟当然就要配合 所以全内社在这个未来的 比方说我们走上all to all的时代 那他会不会在里面有一些角色 我一定是会朝这个幻想来做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第一步我们是希望说改造 把那个店的那种形象能够再建立起来 那第二个呢 至少要从可以帮客人送货开始 然后再第三个我们可以慢慢的朝这个 像电子商务的方向来去发展 我想这个是比较渐进式 这也就是我加入这个团队 最主要的一个梦想 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好 现在台湾其实我们流通业 包括便利超商几十年的发展 其实大家该开的店也都开了 其实在通路的扩展上 好像已经到很成熟了 将来的再成长空间还有很大吗 我认为还是有蛮大的空间 如果说我们从便利商店 当然我们是算密集度全世界最高了 但是超级市场的话 我是觉得说空间还是蛮大的 当然台湾无可违言的就是说 传统市场还是存在的 但是传统市场其实讲起来就是 一种传统式的一个商业形态 那怎么样子去转移变成说 让它能够有更舒适的一个空间 那就是超级市场 所以全面社现在就扮演在 一般的便利超商到传统市场的 角色定位之间 好像有点这个味道 对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讲起来像 我常常是观察这些消费者 他们到前年来 他们觉得说买东西 也是很习惯的 所以有很多像传统市场旁边的前年 两边的生意都是很好 因为他可能逛这个传统市场 那他顺便到前年去看看 两个好像就是一种 互补的一种现象 这个如果去逛菜市场 没有买到突然少一样东西 你第一个会想到到全年去逛一下 这个互补效果其实蛮大的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大家在这里 现在因为全年走的路跟全家 或7-11是慢慢就区隔了 那这一块我们如何在现有基础当中 能够有更大的 在你进来之后要比过去有更大 你也许下了很大的宏愿嘛 要比过去的这个可能要倍增 那这个倍增就等于未来的发展 可能你要有更大的力道加在那个上头 所以目前来讲大概你从进来到现在有哪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就是在整个卖场的这种清洁干净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互动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在结账速度的一个快速性 因为当然很多人都会会认为说 这个在超市购买东西都要结账要等很久 他就不耐烦 那怎么样子呢 从这个地方去改造 这个是我第一要务 把这个卖场这个要把它弄得更清清楚 更干净 那第二个在商品的组合上 怎么样子让顾客容易去选择 因为现在品项是一万多个品项 那一万多个品项当然是对顾客来讲 他有可以多选择 但是呢顾客不容易选择 因为你要替顾客筛选好之后 然后把最认为最好的商品展现在顾客面前 最好的商品放在最显著的位置 对 那这样子的话顾客就会节省他的时间 而且也会有种购物的那种热气 不然的话他去找东西 那就是很浪位的时间 现在同意在这个上头很激动 而且他随时大概放在那个柜台里面的 这个结账的旁边的大概都是非常热销 而且单位频数极高的 对啊 那另外我可以看到台湾现在其实 我们很多的店面像 下面你们现在都在找那个更好的店面 那他搬走之后我就发现 台湾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流通业 因为大家店面租金如果弄得太高 他会影响到这个大家的经营的意愿 所以我最近也看到 最近大家看到这种像天母很多的 作为店面 那原来搬走之后就没有人再租了 我在临床北路110号看 这个先为人搬到隔壁去 有个新大楼盖和他搬过去 结果那个旧大楼最早已经放了 它放会13个月我看都没人住 所以将来这个在卖场的选择上 我们现在是按照目前这个一个 市况来讲 也没有很好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助于在未来全年兽的展店 对 当然这个是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如果是在整个住宅型的 这种区域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就是把这个店的那个面积 比如说能够做到300坪的这种面积 那如果在都心譬如说这个人潮很多 或者是地价很贵的地方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把它变成是一种 都会型的像150坪或200坪 那事实上这个经营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就可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因为区域的这种需求 有时候住宅型跟商业区 它还是不太一样 对 好 现在另外一个就是大型量换店 你将来这个全年兽走到这里 就是比较小规模 那我们现在碰到比方说你的另外一层的 像supermarket这种超级市场 跟网上那个大型量换店 在经营上现在他们对千年社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没有到这个层 我个人认为就是量换店当然有发展的空间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少子化 还有高龄化的社会 事实上慢慢整个消费的这种行为会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到量换店是要大量的采购 然后买很多东西储存在家里 但是慢慢大家觉得说反正家庭人数那么少 然后也懒得走得一定要开车 然后到这个量换店才可以买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说那我在附近的全年来过温的话 好像是非常方便 而且价格非常廉价 而且品质也不错 那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机会点 我们林董事长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目标 希望你去冲刺的 他并没有给我 但是我自己下天的目标说 希望能够在这个未来 2017年能够达到1000店 然后2020年能够达到2000亿的这个营业 那这个是很高难度的 2000亿就是现在统一操商的营业 对啊 但是基本上 我认为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它是让确实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那你只要能够完全地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 就像我们过去在做的就是说 站在顾客的角度 融入顾客的情境 然后不断地为顾客来去提供好的商品 好的服务 我相信这个就是最大的机会 到了2020年 我等于习总裁等于可以真正退休了 对 现在我们看到 先闻联盟也是不断地在大陆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地区可以让它开店 全内社将来下一步在整个 不要说到大陆 然后到全亚洲 尤其像东南亚这些国家 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想法 目前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同的一个规划 这个当然是未来的另外一个阶段 现在我是比较急迫的就是希望把 国内的这个商业的模组 能够建立的更扎实 然后才能够谈到说 那未来在中国大陆怎么去发展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期待 大家希望我们到中国大陆去开箱壁图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以现阶段来讲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工作好 才能够往海外去发展 因为台湾有很多的这个连锁产业都很急运的到海外去发展 但是如果你基础没有建立好 基本功没有做好的时候 那到了那个地方可能也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挑战 我想今天非常感谢许总裁在摆放当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相信你这一生 国内其实我认识很多朋友都给你很高的评价 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 从流通业的老兵走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在这个领域深耕 而且给台湾的流通业带来很多的奇迹 这一点令人肃然起敬 今天非常感谢你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谢谢总裁 等一下回来我们请江温胜告诉大家下个礼拜的投资策略 谢谢